好 主播各位觀眾 今天我們其實位在陽明山的文化大學 掌握天氣的最新動態 不知道大家早上起床的時候 有沒有覺得天氣是明顯 變得比較涼一些些呢 那麼其實呢 現在陽明山的溫度呢 只有20度左右 可以看到在我後方呢 這些學生通通都是要來上學的 不過他們現在呢 可以看到都是撐著雨傘 甚至呢 有一些人還是穿著 比較厚一點點的外套 因為現在呢 天氣真的是相當的不穩定 就能氣象鼠呢 也針對陽明山的這個地方呢 是發佈了這個要特別警示 因為呢 整個大台北山區呢 跟宜蘭還有北海岸的地方呢 目前風勢跟雨勢呢 都是相當的明顯的 而且呢 氣象鼠也提醒大家了 今天呢 可能是會 就是下雨勢下的最明顯的一天 另外可以看到在我旁邊呢 其實有學生呢 剛來的時候 雨傘呢 像粉紅色的這個已經被吹先了 那麼其實呢 他們現在要往這個路段走 就是要去風勢最大後面的 秦仁坡 仇仁坡這邊 因為呢 每次只要天氣不好 仇仁坡的風雨 就會相當的大 可以看到這位同學雨傘呢 剛剛就被風 這樣被吹先了 那麼呢 最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這個東北季風的影響 加上台北颱風的外圍環流 的供脈效應呢 所以風勢跟雨勢呢 會在今天最明顯 而且陽明山呢 前兩天的累積雨量呢 就已經呢 來到將近200毫米了 另外呢 這個治災性的降雨呢 可能會持續一整天 也提醒呢 如果您是要來上山 上課的觀眾朋友們的話 一定要多穿一件外套 以免著涼 那麼以上是掌握最新 再把時間進口 招還棚內